欢迎收看 这样才有更进来学超能力 台股昨天收在21803点 那么台积电盘中一度强涨了11元 来到了878元 再度刷新了历史天价 不过最后呢 这个涨幅收链收在了869元 那么最近因为黄荣勋旋风 让热钱就流入了AI概念股 也让台积电的涨势可期 也因为台积电的新高股价 也让80岁的台积电前富董 也就是现任的董事 曾凡成先生 他也晋升成为亿万富豪 我们就来看他持有的台积电股票 到底有多少 高达了2.94万张 他持股的比率是来到了0.11% 那么依照台积电收盘价来计算 他的身家超过了254亿元 曾凡成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 12月就把名下5000张的 台积电的股票转让给他的妻子 那么当时的总价值超过了30亿元 如果他的妻子都没卖股票的话 如今价值也超过了43亿 那大家就很好奇咯 究竟这个曾凡成对台积电的影响 又会是什么呢 好 张忠谋曾经这么形容曾凡成 因为曾凡成是他的最佳战友 他说如果没有他 我没有办法发展市场 30多年前也是曾凡成哦 把即将在6月4号退休的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从美国找回来台积电工作 曾中谋就曾经说台积电发展的初期 如果没有曾凡成带领巩固内部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在外放心的发展市场 所以台积电的大工程增繁成是其中之一 那么近期台积电在北美的技术论坛更是揭露了 已经在细光子以及CPU的方案有所突破 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到底细光子以及CPU是什么 那市场上大家都在讨论细光子概念股 后世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请分析师温伟杰听我们解析 请说 台积电近期更表示 紧凑型的通用光子引擎技术呢 是用支援数据传输爆炸性的成长 那其中呢在这个晶片的堆叠技术 以及在电子的裸晶堆叠 在光子裸晶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是相较于传统的堆叠方式能够提高给这个界面呢 最低的电阻跟最高的一个能源效率 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提升晶片做好之后的一个效能 那所以呢其实在2025年就可以完成支援这个CPU的一个验证 那2026年更是整合了Cowars的这个封装成为CPU 进入到了这个封装当中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突破的过程里面 国内的这一些相关的光通讯业者啦 或者是一些封装测试的厂商 甚至是在这个交换器的厂商都会有全面受惠的可能性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可以看到在台积电的登高一呼的过程当中 国内的这一些光收发源建的概念股 就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崭新的技术能够突破而起 那形成了一个在半导体领域当中的一个次产业族群当中的一个亮点 那但是呢后续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 在这个技术突破的同时要配合的就是在市场上面的晶片的需求 那你现在目前看起来呢 针对于这个AI领域相关的这个晶片需求 是最主要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族群 那所以当后续在AI的晶片需求持续不断增长的同时 自然是有机会利用到这样的技术也会让这些提供技术的供应链厂商们能够有受惠的可能性 但是后续呢在目前因为题材发酵是属于这个初生段的行情 发酵呢也已经进行到了这个末段 那么要更进一步进入到主生段的行情呢 就必须要有一些业绩的一个溢柱来进行这个 这个主生段的一个突破 所以其实在这些厂商当中 不管是在光修方模组啦 或者是在交换器封装测试厂商等等 其实都必须要在未来这半年当中能够看到有业绩的溢柱 甚至能够让他们的EPS能够出现爆炸性的成长 才能够提高所谓的本益比 让整个市场上看到这个业绩贡献的一个效应 才能够有这个所谓股价持续推升的动能 否则以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大概都是属于涨多之后的一个休息 那么在族群性表现不太明显的同时呢 大家在过早介入的同时也会承受一些风险 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筹码变化的一个状况 以防这个冷不防被洗盘洗掉的